今天要來打 七封的第三關 那七封第三關有點困難 就是他的配對 他需要的配對有點麻煩 那我這邊會做一個老人隊的變化 吸血是打兩個小王 兩關的小王 然後白虎就是打最後一關 那火屬就是因為木嘛 木一定要用火克啊 這邊第一關會先留狼人做一個存技能的動作 然後我不小心轉太多combo 留不下來啊 他已經去了 這邊就留狼人的小魔女 大魔女 小紅帽恰恰 我又做太大攻擊了 又留不住 好 這個地精要先打死 這可能就是要做全體攻擊 因為地精其實蠻麻煩的 他們的防禦力蠻高的 好這邊 有狼人 好 不要再轉了 我怕 再轉 我就爆了 好險沒爆 嚇死我 其實就很怕 我脫的 4 1 4 4 4 8 2 1 不是吧 这么刚好 好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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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只要打火属性那一只就够了 好吧其实哪一只都一样 我刚以为这是第九关 然后这边先把花冠贵妇打死 因为他看起来很贵 好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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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還是一樣存一下技能 看一下這邊第幾關 第六關 這邊可以順過 因為我剛看到技能好像剩3還是4回合 那我打到第九關是剛好CP好了 這邊先打貴婦 因為他會讓你沒有心腐死 而且還蠻麻煩的 非常麻煩 然後第2攻擊對象就是地精 因為地精會瞄你 然後他防力又很高 這個火珠很漂亮 有點火珠好了 我要放錯位置 我放到最大攻擊力而已而已 煩啊 好 沒關係 難免會習慣說 每次轉租做到最大效應 這有點養成習慣 因為意思要改的有點會不習慣 好 那第九關這個固定扣血 那這邊可以先開火屋 因為固定扣血不會因為你1.5倍變成成長倍數 然後這邊開木妹 然後打右邊那一隻 我的火屋好多喔 剛剛那個掉的火屋超多的 又來了 好 那這邊可以先開白虎 然後開老人 然後這邊要注意的就是有風化 要小心點轉 那風化就是把他風化那一顆 給做成一個三combo 就可以比較效益做出來 好這邊有一點比較特殊 因為我發覺 我剛剛那樣火腹是已經算多了 然後結果還只是打成這樣 那我這邊就是先消雜豬 那我這邊就是先消雜豬 我不消火豬 那我這邊就是先消雜豬 好...這沒有關係 好這邊我要開火屋 好水大了 也沒天降 崩衰 沒天降無所謂 反正他還是擋不住我的這類的攻擊力 可以打中塔 終於可以打中塔了 中塔我會再研究一下 謝謝大家